朋友们好,很高兴访问HT News台湾频道,现在 热巴因为荣耀里的一个镜头被黑粉攻击,网友,还请理性关聚 你是我的荣耀有多火 就一个男女主结婚的镜头就把额肠搞奔了 想冲钱提前看都看不了,太疯狂了 作家顾曼写的两部小说都比较符合网友的口味 记得微微一笑很清成钢波时 我也是连夜的追剧,看得太上头,两部剧同一个男主 却给人的感受却大不相同 在你是我的荣耀里,彻底被热巴和洋洋两人的恋爱填到了 网友表示洋洋太郁了,两人的吻戏绝了,看得是热血沸腾 看过原著的书粉都知道你是我的荣耀在原著里的时尚是更大的 这也是这部剧里的吻戏很多的原因 然而,有的人就喜欢在鸡蛋里面挑骨头 一部剧的好坏,又不是以吻戏的多少来决定 最近就因为一个床上的镜头 洋洋躺在热巴身下,热巴的手放在了洋洋的外套里面 看似情侣都会做的动作 就这镜头就让迪丽热巴被很多网友攻击 说她没有下线,还有的网友说热巴真的时尚好大 竟然趁机开游 说实话,一直在追剧的我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 看剧就看剧,怎么老是有人会上升到真人身上呢 他们拍剧时一个吻都有可能拍半天 导演不满意你就得重新拍,出来的效果如何都是导演决定的 而且两个相爱的人躺在床上,抱一下不是正常不过 怎么就把热巴说得那么 重点是洋洋还穿了两件衣服 明眼人都看到洋洋里面穿了一件黑色时尚 外面套了一件深色外套,扭扣是敞开的 怎么就上升到真人身上了呢 搞不懂 还好有不少理性的网友们在支持热巴 希望网友们都能够理性关剧 千万不要把电视里的演员上升到真人身上 CP也请科剧集里的就好 一部甜甜的小剧看得人心里都甜,不好吗? 干嘛还攻击其演员本身了呢?